字幕君 字幕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Karren 我們的List of Mide 這是我的戰爭遊戲 接收攻略影片 那今天的話我們要來講第二集的是 建築物的部分 這算是一個建築物的解析 新手要聽的話比較會複雜一點 但是 我先講簡單基本的東西就是 你要建設東西的話 基本上你第一天 會做的就是 金屬工作台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金屬工作台一做好 要做敲棍跟鏟子 那這兩個東西的話 就是一開始你要敲你的 所做的櫃子跟鏟泥土 然後先把家裡的東西先清乾淨用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床的部分 床的部分的話 一開始的話 你在第二天 收集完資源回來的時候 我建議先蓋 一張床 然後再想辦法生出第二張床 因為這兩張床就是你可以 一個就是晚上去收物資的人早上先睡覺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張床就是 晚上守衛的人 睡的 早上睡的 然後再來就是剩下那個 第三個人分工 第三個人分工是晚上睡覺 然後一個人守衛 一個人收物資 三個人是這樣開局啦 如果是一個人的話 有點難 一個人的話其實就是一張床就好了 這樣比較好 那兩個就兩張 剛好嘛 三個人就是反正最多就是兩張床 然後再來的話是 比較需要就是火爐 火爐就是煮食物用的 因為總不可能吃這個 你吃這個生肉要吃兩個才會 消一個狀態 就可能非常肌肉會變成 有點飢餓 然後再變成飢餓 然後再來的話新手 第三件事情要做就是把牆給補好 這邊有個補牆的 因為我已經補掉了 然後 然後再加裝這個東西 先把工作台升級到 高級工作台 然後就有這個東西可以加固牆 加固門啦 沒什麼講錯 加固門的話其實比較 重要 因為你是晚上會 可能會遇到 有牆到要襲進你家嘛 如果你加固 加固門的話 加固加固門 如果你 蓋了加固門的話 晚上其實兩個 在家裡面都可以睡覺 就不會造小偷 那如果家裡沒有人的話就 不要反正就放空啦 沒差 因為我現在講都是沒有DLC 是沒有特殊的東西的一個 攻略啦 所以不要再介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新手蓋完這些東西了嘛 然後再次這個 收音機其實可有可無 如果你是有計劃性的人 我推薦你蓋收音機 因為他可以聽到外面發生的事情 什麼天氣變化 然後 發生事件 這很重要 發生事件就像是雪地戰爭 還有天氣 天氣是雪地啦 然後可能有戰爭 哪邊戰爭 哪邊戰爭 然後物價上漲之類 這邊都可以用 收音機聽到 的資訊 然後聽到之後他有紀錄在那個 給你們看 這邊都會有一個紀錄 然後 再來就是 下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小動物陷阱 是前期必須要先蓋的東西 雖然他吃的物資很重 我是裝模組所以說不要看這樣子 吃10個齒輪 所以總共要吃20個 你可以蓋兩個 對 然後 這個就是你用一個食物換兩個食物 雖然時間不固定 但是你至少有一個穩定的食物來源 這對新手來講會比較有一點幫助 然後再來的話要講一些 像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好像講雨水收集器 雨水收集器其實也蠻重要的 如果你有 家裡需要 要釀酒或煮飯 都需要水 水除了去外面收集之外 也可以在家裡自己釀 但是需要這個 綠水器 然後冬天的話 你就是要用火爐 火 火爐煮 煮水 也是需要綠水 綠嘴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 釀酒器 釀酒器這個其實 比較算是 你可以在家自己釀酒 然後拿去給 交易 交易人員賣錢 換東西 你可以用釀酒來換東西 這一點其實還不錯 其實我也蠻推薦 算中期的時候就可以煎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不必要 這個就是你 哇 這個就是生產那個 酒精 酒精的話可以做繃帶跟做藥品 就可以治療病跟 包紮用的 但是其實外面收就可以收很多 然後交易也會可以交易得到 然後這個就是藥草工作台 其實這個 我可以建議各位做 因為這個是可以做香菸 如果你家有愛抽菸的人的話 但是 不要神奇 神奇就是可以做繃帶跟藥品 然後藥草原的話 你後期真的有資源你就可以蓋 因為它是要升到第二級才可以去 種 種那個胡蘿蔔 一樣是好像是需要三天 72個小時的時間去種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吉他 很帥就可以用 然後再來其實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講的就是 這邊有個金屬工作台可以升級嘛 他變高級金屬工作台 這部分的話我其實覺得 他可以升三級 高級進階 進階高級 然後 容易是 做子彈 就是用這個火藥然後做子彈 然後還有就可以做槍 二級可以做手槍 然後三級可以做大槍那些 但是我覺得 拿去交易就好了 不太需要 因為你去 之後我會做 軍營那些教學 你就可以知道其實槍很好拿 除非你真的不殺人 那就 可以考慮 好 其實大部分就講到這裡為止 那像是家裡這邊有什麼椅子之類的話 其實就 不太需要 也可以多放零沙發椅子 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家裡擺設的話 這樣子的話其實也不錯啦 完了 就 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那麼 如果喜歡你們影片就知道 就訂閱 然後按個喜歡 不喜歡就按不喜歡 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就盡量問 然後這篇的話 我第二部的話 我開始就會發到巴哈上面去做 遊戲的介紹跟攻略 幫助一些新手玩家的發展 因為現在是新版本嘛 我是跟著版本去弄的 所以 對 好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